那么在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我想先请我们的嘉宾对广西的柳城县 发生这个连环爆炸案进行一个热点的点评 我想先请那个韩林潮博士 对 我们看到这个中方排除了这个爆孔的可能性 把它定性为刑事案件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定性可能是比较对的 因为它是比较地方性的 因为它没有在全国各地进行这个爆炸 而且这个好像看起来可能是当地某些人有冤情 这个社会不公 对 然后在地方上 因为它基本上是在这个柳城县 这个县城里头 没有跨越这个县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说 它过去受到冤屈 投诉无闻 受到不公 那么向社会进行报复 这种可能性很大 好 海涛 我们看到就是在网上还有社交平台里面 评论最多的一个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果说是维吾尔族人 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做的话 很可能就是被定性为爆孔 比如我们知道以前 不是很可能 是一定 以前新疆维吾尔族人在北京 还有在云南其他地方发生这种暴力事件 都会定性为爆孔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是 嫌疑是一个汉人 汉族人 壮族人 壮族人 那为什么这个有不同的一个对待呢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连环爆炸 也应该是在这个民众中会引起相当大的恐慌 是 这个我对这个韩联潮先生 这个有做一点补充啊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就这个柳城发生的爆炸案呢 有很多这个观众和读者 大家都进行了评论 中心一点就是说 事件一发生 这么大一场爆炸时间 有十几个地方发生了爆炸 炸死了七个人 炸上几十多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柳城的这个当局的马上出来宣布这是一个一般的刑事案件 这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就是评论和这个猜疑 大家说为什么在新疆也好 在北京也好 在昆明也好 或者在拉萨也好 或者在藏区也好 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案件 不管你是多大的暴力案件 死一个人也好 是炸毁一个设施也好 只要是藏主人或者是韦主人做的 那一定是恐怖案件 那么为什么一到这汉人这里就变成了这个刑事案件呢 而且它这么严重 据有的网友透露说 这个人叫韦银勇 那么他是一个藏主人 他是一个采石厂的这个保管员 炸药保管员 他同时制造了70个装置 爆炸装置 只有17个爆炸装置发挥了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网友就说 如果这样的爆炸 你还不算爆孔 那所有把屎盆子都堆到藏主人和韦主人头上 这才算爆孔吗 就是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 就是说你不可以实行一种双重的标准 比方说自杀 如果是藏人自杀 那就是爆孔 那么如果是汉人因为拆迁自杀 那就什么事也没有 那就都是刑事案件 所以你不管是自杀也好 不管是爆炸也好 不可以实行一种双重的标准 有的网友就说 那么到十一国庆节到了 如果把它定为一爆孔 那么柳城的这个当官的就坐不稳了 可能国庆节过不好了 对不起你下台吧 你无纱冒没了 那么在藏族区或者是维吾尔族区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发生的是少数民族 或者是出现这样的案子 当地领导如果你不把它宣布为爆孔 对不起你也得下台 那么照汉族地区就是说 你把它宣布为爆孔 对不起你下台 好 那么沈丁丽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柳城现在这个爆炸案 我想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是 谴责这样一种犯罪活动 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慰问 同时呢 来积极开动脑筋 怎么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找出来 现在基于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一定是这个或那个 可能都不成熟 都不成熟 所以都不要着急说这一定是什么情况 情况一定会弄清楚 比如波士顿 马拉松这个爆炸到底是什么结果 需要通过路下去找 这个人找 突然还去找他是为了什么目的 为什么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 到了美国为什么投入美国 所以不要着急说他一定是什么 然后呢积极匆匆地表达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不合适 好我想请这个李静静法学博士来 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定性的话 你必须把那个恐怖主义行动和一般形式办法 它有一些基本的区别 我觉得它是针对一般的平民 而不是真的具体的目标的时候 而且它是一个连环爆炸的时候 它的性质应当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 这一点呢 我从海涛一点基本一致 另外一个来讲呢 我也同意那个教授 刚才沈教授的看法 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 需要进行调查 当然问题在于中共啊 它已经还没有 刚刚出来几分钟就定性为 这个刑事主义犯罪 刑事犯罪 这种说法也不妥 就像六一 这个六一啊 它这个就是沉船呢 还没有进行彻底的调查 它就是说这是飓风所造成的 它这种做法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就是为了我的某一种政治维稳 或者一种政治目的 把它先定性 你这样定性的话就妨碍了以后 进一步调查 同时老百姓的话 对这些有看法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各位的点评